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来烧着我们 我今天特意穿红色衣服 知道为什么吗? 第一就是人们认得我 昨天我穿红色衣服 第二就是我们今天讲福兴 福兴要有火 所以要有红色的 今天我们就来崇拜神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就要学习主日来崇拜神 但是崇拜要是如何才是福兴的崇拜 福兴的敬拜呢? 我们需要去学习 说起福兴的崇拜 很多时候不同的教会 不同的弟兄姊妹 都有不同的解释 我们先不要说是对还是错 有些教会觉得 如果要有福兴的崇拜 打鼓 唱好热情的歌 唱到最好跳 那就复兴了 我们姑且不要说是对还是错 圣经里面也有讲激鼓跳舞 赞美神的 但是另外一边教会 就完全相反的 没用佩额 半个小时前回来 坐在这里静默 起土 等候神的来临 然后施班日常全部起立 又有这样的教会 甚至我们诗歌主 有介绍 有一个教会 讲圣灵 不一定跳舞才讲圣灵 有一个教会叫桂甲派 他们怎么为圣灵感动呢? 就是大家围一个圈 祈祷 如果有圣灵感动才讲话 没有圣灵感动就没有讲话 过了二十分钟都没有圣灵感动 大家回家吃饭 我经常想 这样的宗派能不能生存到呢? 有几百年能生存到 所以当我们提到福兴的崇拜的时候 让我们放下几件 看看圣经怎么讲 我们今天看的圣经 是以赛亚书第六章一至八节 很短的 以赛亚书六章一至八节 虽然是很短 它是很重要的经文 讲个人应罪悔改 救赎以赛亚书六章 讲传道人蒙主做传道人 又讲以赛亚书第六章一至八节 讲差遣宣教士 又讲以赛亚书六章一至八节 主要我在这里正差遣我 讲教会复兴的崇拜 亦是以赛亚书六章一至八节 所以这一节很好的 今天讲不完 大家参加主要学 好 这三十堂学习八节圣经 既然是这样 我们尊重神的话语 我们起立 我只是读八节 以赛亚书六章一至八节 乌西雅王去世的那年 我看见主座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充满圣殿 不如大家有你的版本 不如这样 我读单数节 大家读双数节 大家读第二节 预备 起 他们彼此高声呼喊说 盛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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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军之耀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那时我说 我有祸了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极的人民中间 又因为我亲眼看见了大军王万军之耀华 他用探尖我的口说 看啊 这探尖了你的嘴唇 你的罪孽就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用探尖的嘴唇盛哉盛哉盛哉 我们祈祷 初着的天父 愿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 发出亮相 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 你的话语 Harvard 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 让我们的生命 恩着你的话语而改变 不在一样 预�êtährt你的圣民 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 и圣的名而求 阿们 请坐 什么是复兴的崇拜 复兴的情况应该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呢 复兴这个字英文叫做revival 就是我的生命来到一个低点 来到一个很低落很失落的情况 而我需要重新现点让我的生命活起上来 弟兄姊妹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经过一个低点 你有没有很失落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患病 可能是因为工作上的失忆 或者感情上的失忆 或者是因为某些事情 我们生命到了一个低点 我们需要revive 需要复兴 重新的振作起来 这个是叫做复兴的 当我们读到以赛亚说第六章的时候 先知以赛亚就是面对人生的一个低点 他需要复兴 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 乌西亚王是以赛亚 他很长命服侍了很多王 其中一个王叫做乌西亚 他是一个好王 他做了很多改革 当然他也有经历过骄傲 他想做了祭司那份 结果患了大麻风 这个小小瑕疵 但基本上乌西亚王是一个好的王 是一个义王 是复兴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一个王 当他去世的那一年 以赛亚先知的生命灵命 去到一个低潮低点那里 就是我们最需要复兴的时候 弟兄姐妹 当我们生命因着种种的事情 去到低潮的时候 你要怎样得到复兴 你要怎样面对呢 有些人就走了去玩游戏机 上网 有些人就躲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有些人就睡觉 睡觉可能更好一些 有些人做其他的事 但是弟兄姐妹 我想跟大家说 当你的生命来到一个低点 当你觉得生命非常无意义 当你觉得孤单 当你情感遇到很大的冲突的时候 请你记得复兴的秘诀 不是去玩游戏机 不是自己做自己的事 更加不是一个人锁自己在家里面 你复兴的秘诀 是好像以赛亚先知那样 回去神的圣殿 去寻求神的面 去祷告神 去敬拜神 以赛亚先知 就是回去神的圣殿 神啊 我现在非常失落 我不知道做什么好 我有一个伟大的领袖 熟灵的领袖 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当我们愿意以这个寻求 心为寻求神的时候 神就要向我们显现 弟兄姊妹 如果你想你主日的崇拜 是最丰富的 不要星期日早上才来预备 星期六夜晚 已经为你的牧师祈祷 为明天的崇拜祈祷 已经为明天的崇拜祈祷 已经为明天的崇拜祈祷 敬拜祈祷 预备好 早点睡觉 不要煮韩剧 然后早点睡觉 星期日早点起床 早点睡觉 你预备得越好 越学慕的时候 神的灵就越赐福给我们 我们要像诗篇所说的 当有人说 我们去耶和华的殿 敬拜神 我心里又欢喜 好耶 我们回教会了 昨天真的很好 为什么 昨天的福音聚会 会不会觉得整个聚会 都很欢迎 很欢喜 信耶稣又很开心 虽然中间有说过 我人死了之后去哪里 但很快就很欢迎 因为他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来敬拜神 被神得着 我们去神的殿 去敬拜祂 应该是一件 很欢喜快乐的事情 我们愈预备得好 神就愈快临到我们 不过当然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敬拜神 真的有一刻的时候 天开了 神让以赐下 见到天开了 实主大君王坐 高高地坐在宝座上面 他的衣裳垂下 他的荣光充满着圣殿 神临到了 接着我们就要小心了 大家要知道 复兴的崇拜最需要的是什么 原来复兴的崇拜 不一定 我只是说不一定 只要激鼓跳舞 就一定复兴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说 最正 最祈祷就有复兴 是什么 复兴的崇拜 是要有上帝的临在 上帝临在的崇拜 就是复兴的崇拜 无论你好吵也好 好正也好 上帝来就是复兴 上帝不来就不复兴 是吧 那么 上帝怎么来呢 我们预备好心情 迎接上帝的来临 不同的教会 不同的做法 不过不紧要 但是我们要明白 这里我顺便解一解 有一些礼仪教会 传统教会 为了等候上帝的来临 他说 我们所有会众 早半个小时过来 你说有这样的教会 有的 香港你去一下不孙 八点钟那堂 七点半 很多老人家已经做了 通常八点钟都是老人家 都喜欢 七点半已经在这里 很静默 祈祷 祈祷 到了八点钟准时 诗班入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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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唱歌 一路去的 代表什么呢 神的临在 即是神来了 大家就以宿目的心情 一路起床 迎接神的来临 然后唱诗歌 当然是传统的赞美诗 然后有圣言 然后有报告 然后有奉献师 然后最后 牧师祝福了之后 有差遣师 什么是差遣呢 诗班走人 不是 诗班走人 不是 诗班离墙的时候 代表 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了 我们做完崇拜了 我们现在做什么都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我听了神的话语 神教了我做什么之后 现在诗班代表 神现在带领着我们 诗班一路出场 现在我们由教会进入社会 我们要将所听到的道 走回到社会那里 活出来 所以走的时候 唱那首歌叫差遣礼 神是差遣我们出去结果子的 就是我们走出这个门口 应该更加爱我们的论舍 更加乐意去传福音 更加乐意去传福音 更加乐意去我们的家人 更加乐意去教导 我们的小朋友圣经 因为我们听到什么 我们要这样走出去 这个礼仪是非常之好的 虽然我们不是每个人这么习惯 但是非常之好 如果我们明白他为什么的时候 如果不明白 尤其是年轻人 不明白的时候 七点半会到 哇 这么正的 什么事啊 然后呢 为什么要起床 为什么要坐下 为什么要坐下 然后说 为什么要做什么 不是开玩笑 那时候我读大学 在美积庆街 刚刚顺主 有一次我们参观 如果在座有路德会的弟兄姊妹 我得罪了 我们参观路德会的崇拜 很多礼仪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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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英文 然后又主餐 路德会主餐 喝酒 然后一想一想 哇 很厉害 这个很厉害 其实每一个程序 是有他很深的神学思想 不过 如果不明白的话 那也是大打折扣 对吧 所以我们先说一下 虽然我们教会 我们可能 我们也有师班入场 我们有时候没有师班入场 不要紧 我们浸信会 是各个地方教会 各个治理的 有不同的做法 但最重要是 有神的临在就可以了 有些乡村的浸信会 开始的时候 怎样呢 他是鼓励人聊天 不是鼓励人什么 大家见面 聊天 不过到了时候 当时 就是这样 如果大型的那些 就是 Orchestra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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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即是很吵很吵 大家都聊不到 代表神的临在 神来了 不要再聊了 不要再聊了 大家够钟了 不要再聊了 然后大家的焦点 看着Orchestra 然后师班 已经起床 哈里扬夜 即是音乐、教育 大家如果想学多些 就参加我们圣诗主要学 不过已经是最后一堂了 看看下次再开多一次了 还有 除了我们预备好心灵 要有神的同在之后 第二点就是 我们要照着天上的形象 来设计这个崇拜 大家不知喜不喜欢读旧约 很喜欢读旧约 以前很怕读旅 现在很喜欢读旅约 通常你如果晚上睡不着 想睡觉就读旅约 因为他在埃及记说 这个帐篷要怎样做 那个帐篷要怎样做 那个帐篷要怎样做 到了旅约 这只牛要怎样斩 要把血液七次 摆在祭司耳朵上 要滴血的 然后要怎样 刚刚看的时候很容易睡觉 但是 有一句大家不要忘记 耶和华 他吩咐摩西说 你们在地上的帐篷 你们在地上的敬拜 要好像在天上的形象 原来摩西 即神借着摩西颁布 叫人整的帐篷 是参照天上面的药柜 天上面的帐篷去做的 那些崇拜的礼仪 是参照天上面去做的 弟兄姐妹 崇拜对于我们来说 不是一个新的事情 我们的神 是配得祂的受造物 一切的赞美敬拜 而敬拜这件事情 是我们将来到天上 要永远敬拜神 在天上面的时候 神有一切的天士 都在敬拜着神 将来有一天 我们要在天上 永远敬拜神 如果我们在地上 不懂得敬拜神 我们要去天堂 不知道在做什么 所以在地上 好好地学习崇拜 所以我们在地上 如果要有复兴的崇拜 我们要学习 天上的崇拜是什么 那我们就问 下一个问题 天上的崇拜是什么 那就是主 以撒下书第六章 让我们看到 天上的崇拜是什么 第二节那里说 天上有撒拉花 火的天士 飞呀飞呀 有六个翅膀 两个翅膀遮链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遮脚 高呼喊着雪 盛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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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之夜话 他的荣光遍满全地 原来我们所敬拜 崇拜 敬拜的师奉的神 是圣洁的上帝 天士在他面前 都要遮住眼 遮住脚 不敢直视 在非常高声的赞美他 所以当我们赞美我们上帝的时候 我们和圣洁又走近了一步 这是天上的崇拜 当我们无论用吉他 无论用传统的诗歌 大声赞美神的时候 我们和神的荣光 圣洁又进前了一步 又和神近了 近了之后 我们一方面对神产生敬畏 一方面我们应该有敬 也有慰 慰就是害怕 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的先知告诉我们 为什么 当先知见到天上的崇拜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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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说 死了 是惡灾 死了 死了 我灭亡了 因为我看到圣洁的上帝 但是我却是一个罪人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何时才知道自己是罪人 就是我们见到 完完全全圣洁的上帝的时候 我们记得敬拜队也好 诗班也好 我们唱歌是献给上帝 而唱完之后 我们应该来神的圣洁更加近 其实我们很难说 我们教会当中要消除一些批评 我觉得绝对不应该是批评 真的不是说笑的 有些教会 总之有诗班也好 有谁出来都说他们做秀 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诗班还没预备好 如果敬拜队还没预备好 他们出来唱诗歌 圣洁的神又真是临到话 你猜谁先死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神真正来到的话 而诗班还没预备好 没有敬拜队还没预备好 我想第一个死先的就是他们 对吗 不要说笑 阿伦本来有四个儿子 有两个儿子听了祭司的指引 还没预备好 那些火应该是由祭坛拿的 他就不知道去哪里拿了那些火 哎呀 随便啦 家里煮东西都行 我其实不知道那些是否家里煮东西 总之他用了烦火 不合次序 一煮 砰 就不是烧祭坛 神就降下火来烧了阿伦头的两个儿子 如果诗班敬拜队自己没预备好圣洁敬拜神的 走先死先呀 所以第一 诗班敬拜队你们要预备好心灵敬拜神 一定不是做事我们都没有批评了 他们第一步走出来 不过诗班敬拜队唱歌的时候 神临灾的时候 我们要参与在一起 其实诗班敬拜队是带领我们一起去敬拜神 但是你说不是呀 我敬拜的时候真的觉得我是罪人怎么办 我都觉得我和灾我灭亡了 才知道很清楚他需要什么的 才知道和灾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结的人 又在嘴唇不结的人民中间 而且我见到圣洁的大君王我死硬了 復兴的崇拜是人认识到自己的罪 肯认罪悔改的 我们如果查考每一个教会復兴的历史 都是由认罪悔改开始 《雅各书》那里说 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好使你们的疾病得医治 山东大復兴的时候 本来是为了师母的眼睛讨告 师母的眼睛就快盲了 谁知道一讨过的时候 大家两个厨师都在一起哭 对不起 我得罪你 对不起 我得罪你 我很恨你 那个厨师说我也很恨你 大家一起哭 认罪悔改 后来认罪 变成了认罪大会 向神认罪 大家都在哭 对不起 我认罪 对不起 我认罪 师母的眼睛就好了 如果看山东大復兴 每一次教会的復兴 都有弟兄姊妹真诚在神面前的认罪 认罪之后就是弟兄姊妹彼此的认罪 我们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的时候 神将复兴赐给我们 因为神本身就是乐意遥恕的神 神本身就是乐意赦免的神 看看神如何遥恕我们才知道 当先知说 哎哟 和哉 我有罪人 为何见到圣结的神呢 神就猜显了一个非常天使 萨拉花是天使 有火焰烧着的天使 他就去碳里拿个碳 红色的碳 然后飞到以窗下 先知对着他的嘴唇 大家有没有见到乐形 其实这个就是乐形 不过是烧嘴唇 我心里不是变成猪嘴 呃 喂 如果有天使拿个碳来烧你 你肯不肯 我也想过 但是才知道自己有罪 笑便笑 我是追尚不及的人 咦 没笑 原来这个烧 是代表神的结淨的意思 代表神的救赐 各位亲爱的朋友 弟兄姐妹 神老祖预备好 要赦免我们的罪 当我们见到神的圣结 我们向神救主 赦免我们的时候 神已经猜派他 做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 钉十字架 神老祖预备好 救赎预备好 探火去结征我们 神呼召我们来他面前 不是要我们死亡 神要我们听福音 不是派我们去地狱 神呼召我们 是要我们亲近他 神让我们听到福音 是要我们不要去地狱 我们每个人 因为自己犯罪得罪神 没有办法 那个英文叫by default 自动去地狱 我们是不是 就好像 我们做人一定会去死 为什么 因为就会死 就会死 圣经讲得很清楚 因为我们犯罪 我们到时候到时候就会死 但是神不想我们去死 神想我们得永生 所以神赐下了救赎 所以这块坛 主人来吧 我信心 没有事 感谢主 因为神是要我们得永生 神是要我们得救赎 福音的崇拜 是悔改 得蒙洁净的崇拜 我们崇拜 有神的临在 有应聚 有洁净 所以在我们不同的教会 有不同的洁净的部分 我们的教会最明显就是 唱完第一首诗歌 有木讨 好了 牧师赞美了神之后 接着就会为会众去 说 社罪的祷告 过去的一星期当中 我们有心思思想行为 有得罪神你的地方 肯求你用你的保血来结证我们 让我们手结心清的去结证神 有些教会用一首诗歌来认罪都行 对吗 诗歌认罪都行 有些的教会是有一段认罪的时间 让大家自己静默认罪 向神认罪 也行 有些的教会是有认罪的礼仪 每个人有一个程序表 每个人都有一个认罪的祈祷 大家一起读 也行 无论是哪一种的方法 福兴的崇拜 我们要懂得在圣洁神面前 谦卑 认罪悔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单止是我们 尤其是敬拜队 尤其是师班的弟兄姊妹 在你们献唱之前 结证了自己 我很害怕我讲了这堂之后 没有人参加师班 没有人参加敬拜队 我很害怕 不要害怕 神是要我们正确的侍奉他 神是想我们侍奉 不想我们有应罪 神会赦免我们的 跟着我们可以侍奉他 感谢主 结证是有功效的 当我们手结心 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神就要赐福我们 而其中一个最大的赐福 是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 弟兄姊妹 我们没有轻看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何等的宝贵 何等的念证 我们的神是住在天上 耶稣基督在天上 神如何跟我们沟通他的爱 他的旨意 他的方向 是透过这本圣经 但是当然 有些人误会了使用这本圣经 我们很注重 我们应该背圣经 我们应该查圣经 但是我稍后会再说一次 我最近听过 记不记得我说过 江头 Francis Chan 牧师 他举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就是我们误用了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很多时候很简单 我们不需要查几百本书才明白 很直接的 使人作门徒 明白吗 需要不需要查希腊文才明白 使人作门徒 不用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听到神的命令之后 我们就背金句大赛 圣经问答比赛 先查几百云 Francis Chan 牧师就说 我可以有时在想 我和我女儿说 女儿 收拾房间 一个小时过去 女儿回来说 爸爸 我背了你刚才那句话 爸爸跟我说 女儿 收拾房间 大家明白吗 但是房间是未收拾的 爸爸说 不是 我叫你收拾房间 就是收拾房间 过了一个小时 女儿又回来 爸爸 我已经叫了我的朋友 去讨论过 如果我听爸爸说 收拾房间 房间会变成什么 大家明白吗 大家是否觉得很好笑 现实生活中 我们觉得这些很好笑 但是 我们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 就是这样 神很多时候 直着话语 使万民作门徒 传福音 很简单 清楚了 神期望我们做什么 做嘛 我们做什么 我门徒训练 我背了了 马太福音28章 所以我背了 那你有没有传福音 有没有传福音 天父 再一招 再一招 下次回来 我已经成立了一个门徒小组 我们应该成立了门徒小组 我已经成立了门徒小组 我已经讨论过 如果我们是传福音的话 应该是这样的 弟兄姊妹 为什么崇拜没有力量 就是崇拜当中 我们听不到神的话语 或者听了之后 我们没有去做 崇拜神的话语 不一定要长 但是要有神的声音 看看这里有没有神的话语 有了 当先知 手绩申请的 被除掉了他的罪 接着第八节 先知就说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神的话语就临到了 弟兄姊妹 你学不学望在崇拜当中 听到神的话语 听到神对你说话 听到牧师说的某一句话 特别是打中你的内心 以至你今天得到力量 你出去你的生活 可以有力量 我就很渴望得到了 对不对 感谢主得到了 神的话语有时未必是激愤 有时激愤 这里其实 这里神的话语很微小 我可以猜献谁 谁肯为我去 我可以猜献谁 谁肯为我去 不合理 相帝 你是全能的 你猜献谁就猜献谁 是吧 理性上是吧 如果人不听话 你猜个天使 他也可以 是吧 对 神不合理 你懂得选择人 预定人 你预定多几个 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们也很厉害 我们经常都觉得 我们比上帝更厉害 但是上帝 跟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们看到 好像是很柔弱 却是很有力量 很多时候 神的声音 不在烈火里面 不在船风里面 神的声音 是在微小的声音 在我们心里面说 我可以猜献谁 谁肯为我去 我听过一个宣教师 他后来去了中国宣教 什么激励他 去中国宣教 他本来在科技公司 有很好的职位 一直有些感动 要去宣教 不过他不敢去 但是有一次 他看到一个月历 月历 上面有一个中国 一个图画 有一个乡村的图画 他一看到 他就流眼泪了 他说 主啊 在中国这么多地方 没有人有福音 有条路在那里 谁要走上那条路啊 主啊 我再借女 请猜献我 问他太太 他说是 那两个就去了 我就想 看月历 都可以变成宣教师的吗 是不是很不合常理啊 不是很合常理的啊 但是 是一个复兴的崇拜 不是说那堂到几激昂 不是说那堂到几有趣 不是说那堂到几闷 而是当神的话语 淋到的时候 我就要去的了 我最近听到一些很鼓励的讯息 都是那堂到几门 我们的那个David Platt 就是国际宣教部的会长 他说呢 我最近遇到几个很高级的科学家 信了主 后来来做见证 我就很期望呢 问他他怎样信耶稣 很期望呢 听到说 因为有另外一个科学家 信耶稣的 用这些什么 智慧创造论啊 什么论证啊 跟我说 后来呢 我觉得合理啊 那我就信了耶稣 但是我问了两三个 这些很高级的科学家 信了耶稣的 你怎样信耶稣的 大家都吓死了 不谋而合 两三个都跟我说 哦 我有一个邻居 他不是科学家来的 他很爱我们 就邀请我们去一间教会 我没去过的 结果是一间晋信会 去到呢 发觉呢 大家不要学一下 唱歌又唱走音 那个名字又说错 牧师讲到呢 又闷闷地 然后呢 不过好才那次没有睡觉 不过后来听听一下呢 牧师就会讲福音 很多乡下的晋信会都是这样的 我们以前晋信会讲到呢 就是你无论说什么都好 到了最后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你都信耶稣 就是这样 以前是这样教的 到了最后 我听到 不知道为什么 我听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我又好感动 我都不知道 我又走出去信了主 两三个都是这样 后来 David Platt说 弟兄姐妹 我们没有灰心 神没有放弃过我们 今天只要我们愿意传 纯正的福音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他为我们最流血舍身 神会负责 拯救那些失丧的人 无论是很高知识的科学家 或者是任何的人 听到福音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 是去将福音 一五一实的去传扬 弟兄姐妹 在这里我顺便提一提 崇拜当中的港道非常之重要 我的博士学习的文本 我相信我将来会去教书 教别人如何去港道 我对我的学生要求一定很高 一定要有识希腊文 有识希伯来文 我相信会的 但是 港道的最基本 最基本 就是借着宣扬神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临到我们 不是每个牧师 都是有港道的恩赐 但是只要是按照 神的福音去传扬 是纯正的 我们就要去听 不可以 有些东西是不合理的 我要说清楚 发生什么事不合理 有些人说 哎呀好闷了 不听了不听了 离家出走啦 其实我举个例子 港道其实真的是炒饭 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 是我们的灵量 有些妈妈炒饭一流 我们在座很多妈妈炒饭一流 哇有鸡腿啊有什么鱼翅啊 鲍鱼啊 哇吃到饱饱了 很喜欢 有些就简单几个小菜 是不是 天天都吃小菜 但是个个妈妈都会 就喂饱自己的子女啊 是吧 可不可以因为说 我妈妈烧的东西 一样的东西 每次都是小菜 我离家出走啦 crazy 你怎会因为妈妈常常煮小菜 你就离家出作 不是的嘛 同样传道人也好牧师也好 有些炒得真的很好吃 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了 有些来来去都是小菜 只要是有营养 只要是神的话语 我们就要听 很多高级的科学家 就是听了满满的讲道 但因为有福音 信了主的 不要执行那么多 我们要爱我们的崇拜 爱我们的教会 信不信由你 你越爱你的教会 越爱你的崇拜 越为你的牧师祈祷 你就得着越多 你就得着越多了 各样事情都有得着了 因为我们的耳朵 已经被神结证过 听到神的声音 就好像电台那样 你教对的台 你就听到神的声音 你教不对的台 就听不到神的声音 大家在这里 崇拜听神的话语 怎样有福音的崇拜 听到神的声音 就信了 求你调整我的耐心 我要听到你的真理 听到你的话语 冰 你就听到了 因为这个 最后一件事就是 先知对神的回应 福音的崇拜 要对神的话语 有回应 当神说 谁肯为我去 我可以猜献谁 当我们教正台 听到之后 神最期望得到的 不是 上帝 拉天满奉献 我要奉献了很多钱 等人来去 不是 神啊 我再想想 神最希望听到的 就是说 好像先知那样 主啊 我在这里 请猜献我 原来在每一次 听完讲道之后 为什么我们有一个 缺制的时间 其实就是对我们 所听到的道 有一个立志的行动 就是说 神啊 我听到了 我愿意回应 可能是你第一次 听到耶稣 爱你要信耶稣 你说 神啊 我听到了 我要出来信耶稣 可能是 你第一次决定 你本来猶疑不决 不知道暑假 应该参加短孙 你说 我听到了 我暑假要参加短孙 可能你就是那一位 在失意当中 在你生活的 挣扎的当中 你非常之 本来 生命非常之低沉 但因为听到神的话语 你得力了 你出来说信 感谢你 我得力了 恩赚你的话语 我得力了 我要多谢你 可能你说 神啊 我还有东西要代求 我要请牧师来 帮我祈祷的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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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祈祷 因为我们出来 是神所喜悦的 出来祈祷之后 怎样呢 我们回到世界 不是说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是我的 星期日是给神的 算了 神啊 我施舍一日给你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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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听了神的话语之后 出去 活出来 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 神会将 更新的崇拜 次次次给我们 天天赐给我们 弟兄姊妹 当我们明白了崇拜的真意 天上的崇拜 让我们不要再说 为什么今次有结他 为什么今次有风琴 为什么有什么 无论是什么的做法 我们记得 我们渴望神的来临 当神来临的时候 我们向圣结的主 应职 当我们应职 清洁自己的时候 我们祈祷听到神的声音 听到神的话语而得力 而最终我们要回应神 走出去 活出神的形象 可能是每天更加灵修 可能要参加门头训练 可能要参加事奉 可能暑期要短孙 可能要带自己身边的朋友来认识神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的名德荣耀 我们也都要在每次 经历复兴的敬拜 愿我们每次都经历复兴敬拜 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这首诗歌可能大家没唱过 但请大家学习 因为这首歌有福音的信息在里面 大家一直唱的时候 你听到福音信息 如果你要信耶稣的 欢迎你走出来 如果你要感谢神的 欢迎你走出去 你有任何的感动纳致 欢迎你走出来 因为这首歌叫做 在基督女的德性 在耶稣女的德性 就是一个私人 美国乡下的私人 他信了耶稣之后 很开心 他写了这首歌 所以请大家记得 我们一起唱这首歌 在主耶稣的德性 替我们一起唱这首歌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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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得医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Abraham後面說 她的女兒也有同樣的病 她說感謝主 她的女兒現在願意 接受耶穌基督 卡神弟兄願意感謝主 在過去三年生了兒子之後 在公司的搬遷 都可以讓她安心的度過 她願意繼續榮耀主的名 我們再由第一節開始唱 如果你有任何的納字 歡迎你出來 我們熟悉這首詩歌 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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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頭開始 我一故事 究竟如何有天降暗 我從舍命在隔壁山頂 為今我這罪人 我聽到她在十日 留著無血數 我最認 我正怕悔改歸向神 怕使我達達成 救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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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知到他爱他 我愿全生爱他 见我某血以死者 我愿全生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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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同的祷告 春夏八天父实在感谢你 当弟兄姊妹听到你的话语 就听到了你的声音 感谢你 我们有弟兄姊妹 特别是Abraham和Sarah 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 感谢你拯救了他的子女 他的子女已经接受了 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 也都愿意领洗 我们为此现上感恩 肯求你的子人 你的恩典平安福气 继续与Abraham一家同在 相信他的子女的得救 是你的简选 主啊 孩子也都为他的眼睛去祈祷 肯求你亲自去医治 主啊 你既然可以医治孩子 同事的女 主啊 肯求你将医治的恩典 临到Abraham的女儿 出去主 孩子也都是为了卡神弟兄 献上感恩 知道过去的三年 你似下他宝贵的孩子 并且他有经过公司 经过搬迁 但是到最终 你都是为他预备了一个新的工作 并且可以太太安心地留在家中 专心照顾孩子 为此献上感恩 这个是你对他家里的恩典 相信在在座当中 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都需要在找工作的事情上 去仰望你的恩典 肯求你就是帮助他们 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 让他们在工作当中去荣耀你 也都印证你的恩典 亲爱主 为到我们亲爱的Matecham姐妹 献上感恩 主啊 她在你面前献上感恩 同样也都想到自己的女儿 Iris 还没接受耶稣基督 在她中间 还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子女 主啊 她们可能小时候翻过主日 但带过了之后 失丧了 离开了你 还有我们Matecham的儿子 卡塔 还有Wilson的儿子 还有很多的儿子女 主啊 我们都一一地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我们相信你的应许 当信主耶稣基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相信你在指定的时间 一定会带领我们 一个个子女 孙子孙女 一个个地信主得救 受洗 慰到我们当中 昨日在福音序会当中 接受你的弟兄们 姐妹们 献上感恩 肯求你让他们 可以喜爱这个新的家 大家庭 很快地融入这个大家庭 在这里中间 我们彼此相爱 一同的成长 此福教会 让我们每次回来 都是福兴的崇拜 祈祷 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